在乔治市的某处 您或许曾走过这条街 但您可能不晓得 百年前这里曾有上百名日本女性 在这里从事着性工作 早在一战之前 日本女性就被拐骗到南洋 其中三达根及乔治市 都有过他们的足迹 这些女子当中 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四岁 高峰时更一度高达数百人之多 当初他们为了养家 及减轻国家资源不足的困境 只身来到南洋掏金 然而退了下来后 却记忆无脸面对家人 也勇敢愧对国家的荣辱 所以只好留在我国 最后客死一乡 比天期伴着可以回家的他们 如今就只能够将墓碑望向家乡的方向 在近两百年来 孤独落寞地告诉着我们 回不去的地方 如果一战前日本女性是大时代下的悲剧人物 那么二战时抗战的南桥鸡公及罹难同胞 同样是人类贪婪下的受害者 不同的是 有人则面对这段历史时 选择了以最大的慈悲与勇气来正视这段过去 超过半世纪以来 槟城亚一旦的冰廊与华侨抗战罹难同胞 以顺职激攻纪念碑不断地提醒着我们 五国城市二战时被日本侵略残害的对象 但由拿督庄耿康所领导的公民学校信理委员会 却选择了以正面宽碎的态度去面对 他树立起一个和平著 并在解释的看板上 特定以中、马、英及日文来撰写这段过去 他要的不只是国人铭记这段历史上的不堪 更希望能够让日本人能珍惜如今得来不易的和平 庄耿康说 纪念碑下埋了数百句拼凑不全的尸骨 但也正因为这些骨灰 我们的过去才得以拼凑出一个画面 而我们的未来也才有一个稳健的基础 要是哪天 当铃经过这儿 不妨停下来好好追思一番 当年的悲壮已凄凉 或许都已经不在 只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懂得珍惜 何谓何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